是因為太多邪教 我覺得韓國邪教是全世界第一名 他們說會有邪教的人 在基督教前面當你 其實你信錯神了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那個邪教的教主 我懷疑是誰 你知道嗎 台灣人 對 那個邪教教主應該是 韓國 去過四個國家 算很少 對 很少 因為年紀還沒有到那個 他年紀很輕 幾歲 我25歲 什麼職業 我是藥師 藥師 我有在台灣開藥局 開藥局 你很酷 所以是新助名了 我爸竟然第一道題目 他就講到最近neck flex裡面 以神之名 對 討論度很高 對 沒錯 真的 第一條就是這個邪教 邪教就是韓國其實 其實我來台灣很喜歡的一點 就是因為台灣人很熱情 但是韓國人很冷漠 其實很冷漠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太多邪教 我覺得韓國邪教 是全世界第一名 你說各式各樣了 對 各式各樣的邪教 有各種手段可以來洗腦你 真的 他們超強 對 因為我在韓國的時候 就是我小時候有去 守耳 就是問路人問路 那時候沒有智慧型手機 然後我就問路 可是他們就 愛理不理的就是要這樣離開你 沒有人回答我 我那時候就超傷心 這些原因好像都是因為 就是邪教的關係 因為邪教會有各種手段 對 各種手段 他們就第一個手段就是說 接近你 對 接近你就說你信道嗎 什麼之類的 這個網路上都可以查到 這天有信道 對 沒有啦 不是台語 對 然後就會一直問你說 你是不是最近就萬事不順 然後就是最近很疲勞 因為是你的祖宗 在擋你的路什麼之類的 就很可怕 我同學講的 他是信基督教的人 然後他們說 會有邪教的人 在基督教前面擋你 就擋你 擋你就說 你是在去這個教會嗎 你是在信這個神嗎 你其實你信錯神了什麼之類的 然後要帶你去一個地方 OK 對… 就帶走了 這很恐怖 對… 然後看到那個影集裡面 那個紀錄片裡面 我們也覺得韓國人 稍微些許冷漠 對 很冷漠 他可能怕接近人群 對 他們就是因為很多原因 但是這個其實我覺得佔很大部分 但也是因為壓力太大 大到要去 今天這個解開盲場… 以前我們會覺得說 韓國人怎麼好像感覺 我們要接近人家 他們太怕 可能詐騙多 怕怕被騙 台灣詐騙集團也很多 你有看過一個 每天在被詐騙集團利用的人嗎 就是我 他本人 誰利用你 早上才解決一樁 早上才處理完 台灣最大的購物網站 最大的電商購物 用我的名字跟那個電商 連結在一起 進去詐騙 對 一天都騙幾千萬 幾千萬這樣騙 夠啦 對啊 那要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對啊 沒辦法處理囉 所以有好有壞 對… 第二條… 韓國超級無敵在意外貿 外貿 所以整容的人多 對… 所以整容文化他們是第一名的 對 真的… 全世界整容最多 他們大概就是孩子養了以後 一出生就會存了 先存一筆錢 這個將來要花錢 然後還會有那種 畢業禮物是那種整形 對… 就是存錢 然後他畢業的時候再整形 因為成長期的時候 整形是不好的 對 對 他們會抓他時機 他畢業的時候 剛好有一段時間可以讓 休息 對… 然後去到新的環境 變了一個人這樣 反正也沒看過你以前的樣子 九九你是已經在韓國 處理完了 還沒有… 還沒有進工廠 你媽沒有留給你 整形技術嗎 可能他忘記了 你不用 媽媽覺得你很帥 很帥 不用 真的 下面一條是什麼 入學到出社會 都有那種學長學弟姿 對 用 對 用… 用… 我們在學校的時候 就會有哥哥 姐姐 然後就是路過的時候 看到哥哥 姐姐 就要說哥哥好 姐姐好 假如說你沒有講 你就會可以叫去廁所 對 出廁 那學長覺得 真的 他們都有在玩這個 但是在學校之外 職場上也很嚴重 就是 就是大家都知道 喝酒的時候 我們不是會這樣 日本也會啊 先輩啊 但我們也沒有韓國那麼誇張 真的 我們都是要 開心的喝酒就好 敬酒 對 像那個打棒球的 你是先輩 我是後進 那就差很多 那差很多 可能我打得比你好 但是我還是要很尊敬這樣 先來後到 對 而且他們一直在吹酒 你們也會吧 就是一直把他吹酒吹酒 吹酒 就會一直灌一灌 一灌到你嘴 對 就是學長有喝一杯 你一定要喝兩杯 其實這好像是惡性循環 就是我當我還是學弟被欺負 變成學長換我要叫學弟這樣 對啦 欺負熬成婆了 對 就像之前韓局有個叫DP的一個 軍隊的逃兵的那個 那個裡面也是就是一直欺負 一直欺負 然後有學長寫電視這種 沒有辦法 好強調 對 然後韓國職場 我講之前也有一個說法是說 就是跟長輩吃飯 你不能比他早吃完飯 你一定要留一口 等他跟他一起吃完那一口飯 你也不能比他晚吃完 這麼麻煩 你哪裡很大 吃個飯而已 生活壓力真的超級大 我德國 來 少俠 你有什麼問題 你們德國 你住哪裡 我住在漢堡附近 世界知名的一個大港 德國是一個優秀的國家 可是他也有一些缺點 像剛剛皓如 我們從你身上是看得到 你身上是看珍貴人 什麼缺點 OK 好… 像剛剛皓如他說 他要帶他的家人去德國旅行 他問我該去哪裡比較好玩 我就覺得他問到 我就說德國哪裡 我要先考慮到 你要夏天去還是冬天去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我們的氣候跟風景 真的是很困難 像我們什麼要山 眉山 要海 眉海 冬天連太陽都看不到 冬天在德國 太陽早上8點才出來 然後下午4點就會日落 就沒了 那問題是 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話 你幾乎看不到太陽 你是6、7點起床嗎 去上班 回家下班就是可能6、7點 完全看不到太陽 天黑了 但是如果你是瑞典人 完全不會看到太陽 對 對 瑞典 我們沒有比爛了 我們沒有比爛了對不對 他們的緯度更高 有時候他會進入到詠咒 或者詠夜 詠夜就24小時 通通是夜晚 然後你要住森林 最誇張的是 三個月 完全不會看到太陽 對啊 很黑耶 我現在終於知道 你為什麼那麼白了 都沒有曬太陽 對啊 難怪 如果什麼都不能這樣 冬天呢 如果北部有海邊 可是冷到你也不能幹嘛 像我們去海邊跨年 我們真的是在飯店裡面 對 沒有人下去游泳的 不可能住得去 夏天都不太可能 來 第二條 除了這個就是德國的治安 我小時候其實 連人上學都要很害怕 其實我的家鄉很漂亮 大家看這個城市會覺得 很漂亮一個小鄉村很舒服 但是問題是 連那麼漂亮的小鄉村 都有很多爛壞人 有喔 學生喔 我那時候每天都會經過一個 一個壞學生 他是比我大一兩歲 然後他在那邊擋路 欺負我 推我什麼的 那我就很害怕 因為他比我大 我沒辦法做什麼 我跟媽媽講 那有一次媽媽陪我 問他 你為什麼要欺負我的兒子 他說 你的兒子是先欺負我的 我根本沒有做什麼 很奇怪 他比我大 我怎麼敢欺負他 後來 因為我畢業那個小學 我要上另外一個學校 後來變成跟他同一個學校 我才發現那個人多可怕 那個人居然帶刀跟那個催淚瓦斯 去威脅老師什麼的 一個是三四歲的小朋友 他們那邊有一些幫派什麼 這麼壞啊 我的家鄉就是很 看起來很像童話故事裡的 一點很漂亮 可是那邊 還有我們那個校園旁邊的公園 有很多針頭什麼的 很多賭場在那邊 一直在那邊 什麼的 真的很可怕 公園就直接了 一個很無故的小朋友 就在那個環境長大 真的很可怕 連阿嬤都覺得無聊 對 我覺得這個 每天枯燥 德國人是比較 我覺得德國可能工業那麼好 是因為 除了工作不知道要做什麼 比較一板一眼 問題是因為我們是休閒活動 因為冬天就是真的太冷 你冬天想要去運動 也沒有什麼機會 OK 德國的問題是什麼 比方說我愛打籃球 為什麼我選擇台灣 第一次來台灣的時候 來兩個禮拜 我那時候就發現 這邊到處都是籃球場 很方便 我很愛打籃球 我想說台灣是一個好的國家 你知道為什麼嗎 在德國我想打籃球 根本沒有機會 你在德國要做什麼運動 你要參加一個俱樂部 對 那個非常麻煩 這個俱樂部的問題是什麼呢 他安排一個時間 比方說他給你 比方說籃球隊好了 你一定要可能 禮拜三晚上8點到10點 跟禮拜五晚上8點到10點 參加這個俱樂部 如果你那時候沒有礦 你就沒辦法打籃球 台灣也沒有籃球場 隨時可以打 一年四季都能打 對啊 我參加那個俱樂部 可能我很多年輕人 想要就是很競爭 可是你可能會跟其他的人搭配 就是一些40 50歲 就快不能走路的那種老人 胖子 他們 45歲 太早老了吧 他們 Try me… 他已經60了 他60 他是阿公 I'm 60 I'm 60 亞洲人老的比德國人好 德國老人的問題是什麼 老亞洲人站 他們參加這個俱樂部 其實只是為了有藉口 可以喝酒而已 他們就是比賽 打比賽 打完比賽就是喝酒喝酒 共同興趣 如果你真的愛打籃球的話 你完全沒有機會 對 就很麻煩 台灣每天 無聊透了 晚上想打球 沒有休閒 那個合併公園 台灣 Everywhere 對啊 超愛 而且這台灣的運氣好 還可以跟很厲害的人一起打球 什麼領書好啊 什麼都有可能 都很會遇到啊 像樓下就開始打 不可能 好…我們多了解一下德國 好吧 請坐